各位观众在混双的金牌战 目前为止因为韩国的组合 第一局已经是拿下来了21比19 现在第二局分数上面也是 维持着领先12比7领先没有5分 对在整个一个打法上 其实赵云雷跟张楠的一个 平抽档的打法还是被 韩国队这两个选手来做控制 我们可以看到在平抽的过程 或者防守的过程 其实韩国队的变化跟稳定性 是来得比张楠跟赵云雷来得好 所以说他们会陷入苦战 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说要再能得到优势的话 我想再稳定性跟一个前场 跟一个防守的手中反攻能力 要再做好一点 现在中国的组合这边 稍微断一下对方的节奏 其实他们地主嘛 其实刚刚已经是没有暂停了啦 只是他的擦汗喝水的时候 时间稍微久一些 要拐一下气这样子 哇 后排的一个扣杀 其实以规则来讲的话 剩下20秒的时候 主审都会提醒双方 然后20秒双方就 教练就要离场 而且球员就要回到场内去做准备 而不是说时间到才开始做进场的动作 哇 吓不死啊韩国的防守 哇 结果是胜白泽 对 教练都站起来了 哇 这位21岁的选手啊 这个过非常年轻啊 跟很多的女选手搭配混双 结果一路打到金牌战呢 来回好几拍 结果都刷不死韩国的组合 最后他胜白泽一球 刷到赵云磊的胯下 可见胜白泽跟李孝珍 对于对方的一个攻击的速度跟力量 都掌握得非常清楚 那他们也不会说很慌张的 去做一个防守的准备 所以说这个节奏的掌握 在球场上也是非常重要 不慌不忙的一个心态 其实在球场上也是非常重要 13比7了 这个球又怕要抽 14比7领先了有7分了 哇 赵云磊 这个球 这个还差有蛮多的哦 14比7 李孝珍呢 六天当中就是他第九场的出赛 但如果能够拿到金牌 一点都不会觉得累 如果拿到金牌 我们等一下看他会怎么爆 胜白泽 对 昨天四强赛 整个人跳在他身上哦 就觉得还是李隆大呢 哇 这边胜白泽又再度的建功了 15比7 对 哇 现在 张南跟赵云磊 他这个球要做一个强推的一个动作 其实胜白泽在前场 是做一个路线改变的滑拍的前推 那个破坏了张南的一个启动 中国这个组合又不知道跑去干嘛 他们跑去跟教练稍微讲一下 其实那个李孝珍去跟裁判讲说 对这个动作是不行的 哇 又一个揭发球的揭腕 我想现在中国队上的一个战术打法上已经受到限制 他们的打法都已经找不到如何去克制对方的一种打法出现 在11分那个技术暂停之后 张南跟赵云磊的分数完全没有动 还是7分 对 那韩国这边已经16分了 等于是打一个5比0了 终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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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一个5比0 对 那个分数 其实赵云磊跟张南在这个时候的一个前场跟中半场的一个处理 并没有说像韩国队来这么有威胁性 对 李孝珍那个181公分高的女子羽球选手 对 看起来真的他是一直驼背驼背的 对 真的要一直 他要 要一直弯腰 对 要一直弯腰 他的蹲打的动作一定也是一直苦练 对 这个是蛮辛苦的 真的 那也不容易了 这个球又回锅了 结果跨往 对 韩国这边已经17比8 其实李孝珍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选手 我们可以从他们对打的过程看 其实李孝珍有时候故意把质量打不好 但是其实他这个球是在设计对方往他身上打 然后往他身上打的时候 当对方还没 重心还没回到下一拍的准备动作的时候 他就已经把球回击过去了 是 哇 所以真的 顶尖的羽球选手 他的这一拍可能为后三拍做主比 做预备 做前置动作 对 17比9 韩国的组合还是有着8分的领先 一局是打21分的 韩国在本届广州亚运的第一面金牌 会不会就在这场 也是目前唯一的希望 他们有五个铜牌 真的 包括了南丹 就是蒲成焕 还有女子团体 对 女子团体他们就输给了中国大陆 也是铜牌 还有南双 这个郑在城 李龙大 女双 他们女双两组都铜牌 对 这个韩国 都是输给大陆的组合 对 何正恩跟李靖元这一组 还有金明珍跟李孝珍的这个女双 两组女双都铜牌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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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扬言要拿7斤的中国大陆语球队 已经掉了一斤 那这一面呢 混双的金牌 现在 机会似乎不像那么的大 但是 球场上的变化多端 是让人家很难去做预测的 是啊 像今天我们的女子射箭团体 就令我们很伤心了 就对铜牌战队印度 一路领先 结果最后那几件没有设好 是 结果一分之差 就还输掉了 就拿一个铁牌 第四名 没关系 我们射箭队还有个人的项目 希望我们的中华队 各个运动员都要多多加油 哇 这个球又打到一个完全无法接 大陆这边完全无法接 18比10了 对 差3分 韩国的金牌就要到手 那现在领先的分数真的是 可以吃半颗定心玩下去了 因为这样努力得分制 其实张岚有时候 招募 招募保护得太 太颠了 造成它的空档太多 哇 这个球 地主的球迷很开心啦 把深白折给打到地上去 一屁股坐在地上去救那个球 不过这边想请教球评 萧博人教练 混双我再一路看下来 拨下来 觉得好像大部分都是姐弟组合 就是女生比较年纪比较大一些的组合 这样的组合有特别好吗 其实以女子选手来讲 她的一个防守 混合双打来讲的话 她的防守跟前排能力要非常的扎实 因为以混双来讲的话 大家攻击一定都是往女选手身上攻 但是如果说再没有一个技术很纯熟 或者一个胆势非常成熟的女选手来做搭配的话 可能就会出现像昨天马进的一个情形一样 那所以说像其实我昨天有提到就是说前排的能力是不好去训练的 必须靠天生的一个反应跟一个习惯性的打法 她才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前排的处理 所以加上经验加上一个心智的成熟度 其实如果说以这样的搭配 我想是目前一个混合双打一个最好的一个趋势 是好像这个等于世界潮流了 女生比男生大的姐弟的组合 也包括我们的陈文新跟陈红林 这个铜牌的组合 也是女生年纪比较大经验比较好 同时陈文新真的是往前这种天生球感又非常的好 现在已经来到了19比12了 19比12 现在中国大陆的组合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威胁性的打法 那就是说整个一个节奏都掌握在韩国队的一个组合当中 放小球 结果投出界外 一个过渡球的挑球界外 想要挑太边了 我想在场中的侧风应该是由我们画面上由右往左边吹 是 不过在 申白哲跟李孝珍昨天 四强赛会跟中国大陆的 和瀚冰跟马进打那么那么的激烈 有没有2比1 也主要是他们也也很早 分数就只得领先了 但是后面几球 静香情雀就是拿不下来 所以才会打那么的激烈 那这场比赛他们目前也来到了 金牌点了 赛末点了20比13 金牌点了 已经浮现了 赛末点浮现 要起扣杀 哇 这个球还是没有杀死 双方都不错 这个时候精神力应该是非常的专注 呃 哇 对 原本的一个防守的劣势 然后再做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防守路线 然后整个公司就改变过来 是 哇 申白哲也是有铺出去了 两次倒地 哇 两个人都跑去救那个球 20比14 依旧是 有7个金牌点了 赛末点给韩国队花了 对 7个 他们现在花掉一个了 20比14 从20比13的时候 等于有7个赛末点 其实这样的落后的分数 也要追的话也不可能 对 对 因为如果说对方的一个松懈 那再来一个几个追分球 那很容易就会追上分数 哇 这个球得分了 结果是 李孝珍跟申白哲 这一局以21比14 拿了下来 韩国在亚运会上一届零金牌 这一届的比赛 这也是最后的希望 结果是在混合双打以直落二 21比19 21比14 击败了中国大陆的张南与赵云磊的组合 拿下了混合双打的金牌 哇 资深的选手 身高181公分的女选手李孝珍 29岁跟21岁的申白哲的搭档 她们是从非种子球组合 一路过关斩将 最后杀退了地主的选手 终于是韩国拿到了羽球的第一面 在本届广州亚运也是唯一的一面金牌 是 她们就以一金一银五铜 七面的一个奖牌作秀 是 她们尝试做这个新的混双组合的搭配 哇 这一次李孝珍 她这个做事是要冲上去 要跳在申白哲的身上吗 这个申白哲赶快坐在地上 坐在地上 不要过来 我顶不住你的体重了 其实大陆对李孝珍来讲 真是一个福利 她自从在北京奥运国金 接着在亚运 也在中国大陆 获得一个混双的金牌 对她来讲是一个非常 对她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是 她 虽然中国跟大陆 他们在一个 韩国跟大陆 虽然在裁判上面有一点争议 但是李孝珍他们在这一 我相信她在中国大陆比赛 应该是非常喜好的 是 好 这边要请朋友 稍微先休息一下 待会就有世纪大对决 男子单打的金牌战 李宗伟对上林丹 不要走开 休息一下 不能感动 请不提不吻 好 感谢观看